共产国际渗透南越的早期,南越共产党是一个从组织上重属于中国共产党,从属人的角度来讲,跟马来和印尼共产党经常交换的机构。 最初的黄埔军校和南越共产党的党员当中就包括有大量的越南和马来籍的成员,反过来在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时候,返回到越南或者是马来或者是印尼去,参加当地的共产党,甚至是担任当地的领导职务,都是非常困难的,都是非常容易的,组织关系不需要任何调配。 但是这时候,共产国际自身的组织也在进行调整之中。东南亚作为欧洲的附庸地区,本地共产主义的兴衰成脉,是直接取决于欧洲本身的宗主国的形式的。 南越在第一时期,深处南洋共产党交错渗透的时期,本身也是共产国际在列宁还在生时,在纪罗维也夫同志的主持之下,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主要由中祖国的白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时期。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大体向对应于广州国民政府和清大后初期的这一时期,东南亚包括南越和明越在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荷兰人、英国人或者越南马来殖民地的土生白人或者分血儿。 马林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但他绝不是唯一的代表。 这些人在殖民地的活动,多多少少都借用了他们在殖民地人民心目中,虽然是杨大人的素质,但毕竟还是杨大人。 在殖民地人民的眼中,你们是共产党人跟总督老爷及其官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叛逆的分家的小儿子跟家长老爷之间的父亲家长之间的冲突。 所以你跑到我们这些下子人那里来说你的父亲家长如何说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你们都是白人和老爷,说不定总有一天你们会回到自己原来的家里面去。 你一家住的小儿子会跟拥有继承前的大儿子和老爷言归于好。 所以看在这一点份上,尽管你今天已经落魄,你在殖民地搭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共产主义,在我们看来无非是小儿子想要把他驱逐出门的地主老爷报仇,但是你们毕竟是亲不亲一家人。 如果我们利用你落魄的机会打击你,说不定将来老爷把你接回去以后就该让我们倒霉了。 如果我们跟着你走的话,我们现在就要遭到老爷的警察的打击。 所以对你们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不能制裁你,第二也不能跟着你走,要允许你在一种半真空状态当中发展,但是却又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搞不出什么真实的成果来。 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是这样的,这跟它的骨盖和核心是英国和荷兰的白人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这些人正如我们所知,英国共产党和荷兰共产党在背叛了社会民主党投靠布尔斯威克以后,或者他们本来都是布尔斯威克派来的人以后,在本国是极其不得人心,极其孤立的。 无论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劳工运动都要打击他们,他们的人数很少,尤其糟糕的是,还有很多在私立以后跑到苏联去,或者为了工作需要回国素质跑到苏联去,在苏联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不断遭到损失。 随着吉洛维也夫在苏联党内斗争中的日益失败,他手下的预算和人力都不断受到损失。 因为归根结底,无论理论上马克思曾经说过什么话或者列宁曾经说过什么话,归根结底,国际供应在二十年代、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已经确尽无疑的是一个依靠苏联预算支持的机构了。 苏联给谁断来,就可以自随于死地。人手既然本身就不多,又受到严重损害,预算上又属于苏联党内斗争当中失败的一方。 因此,东南亚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波领导人,就是西欧白人为核心这个领导阶段,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到一九三零年代初期这个阶段, 几乎跟吉洛维也夫在莫斯科政坛失事的同时也逐渐消声匿迹。第二阶段取代他们的人是中欧集团。 中欧集团是一个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走得更近的集团。 布尔什维克主要是中欧集团,例如帕尔纳斯这个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又是德国双重间谍的滋养之下,才在俄国倖存下来,最终也是依靠德国的支持才得以多次政权的。 共产国军最初的工作人员是德语。列宁本人,虽然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毫无怀疑中欧是不能跟英法先进国家相比的,但是列宁却认为今天的德国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世界革命的重心在德国。 当德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之下,这次占预的主要负责人是拉迪克,他后来的失败也跟这一点很有关系。 芬兰革命的负责人是斯大林同志,高加索和穆斯林地区的负责人是奥尔中尼启泽同志,中欧总负责人是拉迪克同志。 列宁和全体政治局员彻夜不眠,随时等待着胜利的消息,然而随之而来得到的是惨败。 德国一败,匈阿利、保加利亚,整个中欧阵线就全线崩溃下来了。 但是中欧共产党有一个好特点就是,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合约的主要受害国。 在西欧、在英国、荷兰,共产党员是极其孤立的少数。几乎做了共产党员就是孤立于正常社会之外的。 但是在动乱的中欧,共产党员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足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干部源泉。 他们在中欧的失败使得他们大量地转移到苏联,也被根据国际主义原则派到全世界。 所以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三十年代中期达到鼎盛时期,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在拉丁美洲、在中东各地派出来的核心干部往往是德国人。 这个时代就是牛兰和威尔曼的时代,牛兰在上海主持共产国际的特务组织。 当他被上海自由式当局和国民政府的联合反恐行动代表的时候,宋庆宁、鲁迅等匪谍代理人就纷纷跳出来,以自由和人权的名义要求释放牛兰。 这个动作就像今天的美华协会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制裁威信一样,是极其滑稽的事情。 但是他本身也体现了所谓知识见的名人,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来讲,其实只是狗尾巴上的一根毛而已,根本不像在他们自己的作品和文人的历史中显示那么重要。 这一时期,由于东南亚核心地区的革命,马来和印尼也已经遭到失败,新派出来的德国人和俄国人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当中取代了他们。 于是,在东南亚核心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马来和印尼,斗争形势由共产主义初期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陈九明时代。 陈九明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澎湃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奉陈独秀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命令到陈九明控制的越东地区去发展组织,陈九明和地方乡村都没有真正镇压他们。 第一,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是国民党的一部分,而陈九明和当地私人跟国民党至少是有一定的香火之情的,只不定哪一天会和解。 这种态度跟马来和印尼土足居民对白人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白人共产党是白人殖民主义受了气出来搞乱的小兄弟。陈九明和越东的地主豪强开始也是这样看待澎湃的。 但是最后,等到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者和陈九明的本土主义者完全决裂,澎湃和他的匪谍组织也公开开始对地方私人采取暴力。 双方就直接了中白人相见了。德国人和中欧人接替东南亚共产党的领导职位,在东南亚造成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本来还留有一定的一笔相见的余地,现在就变成赤裸的镇压了。 而当地土著看来,荷兰和英国的白人共产党是英国和荷兰的种族老爷的小兄弟,我们不敢把他怎么样。 至于那些讲英语和荷兰也都讲不定乱的中欧人和德国人,一看就是那样的人,跟我们的老爷没有关系,我们整死了你们,老爷将来也不会生气。 于是,双方的斗争都进入白热化。 共产国际采取了更激进的武装革命发动群众的路线,而当地土著也毫不犹豫地把德国人和俄国人领导的共产国际当作外来人加以屠杀。 东南亚局势的紧张也同时波及到了广州,著名的广州起义就是匪谍影天《刑场上的婚礼》所描绘的那次广州公社事件,就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 相对于第一时期由殖民地白人老爷的叛逆者组成的共产党员领导第一时期,由德国人、俄国和中欧人领导第二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当时也参加了广州公社的聂荣臻所描绘的教条主义。 中欧人、德国人,无论他们在本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斯巴达团的时代曾经多么刺杀风云,在1924年德国的暴动中间曾经经下了多少功劳,他在德语世界之外是毫无奄源的。 坎通尼亚的土族和爪瓦的土族都把他看成是浪人,他们跟香港的英国老爷和新加坡的英国老爷和巴达维亚的荷兰老爷是不粘贴不带骨。 所以,本地豪强军阀杀起他们来说是没什么顾忌的。 在组织内部,他们也不像马林这样的荷兰殖民地老爷,因为语言和社会关系的缘故,他比较了解殖民地社会。 这些人对香港殖民地、坎通尼亚半殖民地和印尼马来殖民地基本上是毫无了解。 他们为印尼亚就是马克思著作和列宁著作那个绝对正确的世界革命公式。 这个公式是绝不会错误的。 同时,他们受到吉洛维也夫在国内跟当时的斯大林、布卡林右派集团和托罗斯基军事左派集团争权的巨大压力, 要证明他们是有工作能力的,要在中欧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在远东打出成绩来,因此就把他们能够调动的资源尽可能拿出去拼老命了。 广州公社的主要主持人就是德国代表威尔曼和苏联领事馆。内印主要是叶建军率领的教导团。 教导团是粤军的一个团,但是它在粤军内部是一个非常大的名类,就是粤军顾名思义。 虽然是被收编了的国民党粤军,但是他们大部分是旧的本土独立时期的粤军当中的帝国主义派和亲国民党派, 其成员大部分还是粤人,像成吉堂的军队大部分还是粤人。 但是在广州公社事件当中充当内印的张发奎阅军的教导团却是一个特殊组织。 它是由武汉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一半是东南亚各国、朝鲜、日本和全世界各国来的国际重队。 国民党的党部和党代表团全都掌握在地下党的控制下。 因此,张发奎把这个团描绘成为一个上了贤的手榴弹,扔出去可以炸敌人,扔不出去就要炸在自己头上。 因为张发奎当时是粤军内部斗争的一个失败者,他手下的兵是不多的,所以他舍不得放弃这个教导团。 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个教导团的手榴弹刷得一下扔到李吉生的贵军头上去,让他把占据广州的贵军炸死。 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张发奎和汪精卫联手,把李吉生赶出了广州,教导团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出了力的。 但是,教导团竟然控制了广州的市政管理和位数的很大一部分,他真正的主人就是苏联领事馆,而不是张发奎。 张发奎还没有来得及想到把这个手榴弹下了不怎么用,广州暴动就发生了。 广州暴动也体现出吉洛维也夫统治时期,共产国际工作没有上政委,跟斯大林时期仅仅有条克罗伯不能相比的特点,就是他的经费是由坐着船的共产国际代表,坐商船的代表拿着珠宝送到广州去的。 张太雷在主持事变之前还在赶紧给共产国际打报告说,我们现在还缺一千美元,赶紧给我费一千美元呢。 这个报告也显示出,共产国际代表在广州当地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印通货和外币,有黄金、珠宝、有美元和岳阳、银元。 广州公社宣布成立的时候,像周文雍这些人,本身就是跟在早挖活动的德国籍和俄国代表一样,主要是依靠外籍保镖和外国货币活动的。 这一点导致坎通尼亚本地的公会和民团对他极为猜忌,后来变成了广州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广州城内,本土派工人运动的主要代表就是广州机器工会,他们对这些拿着外国货币的颠覆者非常讨厌,所以后来张翠雷尽尽管用了大量的美元,还是死在他们的手里面,而不是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面的。 民团就在广州城外的发现,在广州公社宣布成立以后,也像是凡尔赛围攻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农村一样,组织了大量的民团来拦截和包围占领广州和撤出广州向海罗峰逃亡的红军。 给红军制造了极大的困难。按照当时在红军队伍里面的红军队伍后来的回忆就是说,这些民团推着海罗号,不分白天昼夜的轮番进攻,使得红军战士睡不好觉、吃不了饭。 但是,民团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占领广州,或者是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只是为了单纯的保家卫国,保卫自己的乡土而起,他们给红军送信说,翻迎过境,翻迎离境。 就是非常明白的,像后来红军长征或者西串过程中间的桂细军阀或者叶细军阀一样。 我们的目的是要保我们的地盘,你们别再在这里给我们捣乱。如果你们是过境的,过两天就走的,我们翻送你。如果你想而在我们这里留下,占我们的地盘,对不起,我们给你没完。 聂荣征后来说,红势军开了一次会议以后就决定,妈的,我们还是走吧,走到海独峰去。所以就迅速地撤离了广州和发现。 广州公社主要的领导人是第二阶段的德国人和中欧人。 中级干部就是具体的军事指挥员,是朝鲜人、马来人和印尼人。后者跟南越在马来和印尼的移民团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进攻广州公安局的时候,叶挺任命的炮兵总司令就是朝鲜人。广州公社的主要成员是经常在明越和南越之间来往的东南亚人。 按照当时国际法边界还不很确定的状态之下,他们都属于那种,如果不去参加革命,而是按照荷兰国际法申请印尼公民,多半都能够得到批准。 但是自己没有申请了,在组织关系上往往是从属于广东共产党或者广东国民党或者福建国民党或者福建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 组织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头上还是挂在马来和印尼共产党的头上,在当时是很少区别的。 经常是在某一次战役失败以后,同一个人或者一批人跑到另一个地方就另外挂钩了。 由中欧人主持的共产国际高级领导对于基层组织并不是很关心,这一点跟斯大林主持的苏联国内党和布哈林里科夫主持的行政技术观点是不一样的,或者是非常重视组织建设的。 组织建设方面的薄弱也是第二时期中欧共产党和吉洛维也夫派系在苏联党内斗争中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一个混杂的国际化团体暂时获得了胜利,在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主要是把他们跟他们敌对的工会和民团两球杀掉, 然后这些工会和门团又报仇亲切地跟李福林的民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打退广州,又进行了反报仇的屠杀。 大批包括名义上是苏联外交官的匪谍就在苏联领事馆的墙角下被集体枪毙了,那些没有苏联外交官身份做掩护,名义上还是平民的匪谍得到的下场是更惨的。 这一次打击对于中欧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打击在远东就相当于是德国暴动失败,对于吉洛维也夫系列的打击是基本相同的。 从此以后,他们在欧洲失败以后,在远东也再也没有爬却过。 对于吉洛维也夫既然所作所为都遭到失败。 而斯大林文达文扎,在异国建设社会主义又得到了布哈林和李科夫这两个行政官的支持,或者是主持官僚机构的。 而官僚机构因为继承了俄罗斯帝国规模,所以实际上比白军和其他系列更多地继承了俄罗斯帝国军队的军事骨干一样。 布哈林和李科夫组成的主要负责经济管理的行政部门,也继承了旧俄罗斯时代主要的行政官、技术官员和资本家。 因为已经没有私人企业,原来有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的人、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只能够归到布哈林和李科夫收容的政府手里面。 所以,布哈林和李科夫的系统在苏联党内斗争当中是公认的右派。 斯大林则是右派的保护者,因为右派包含了大量的战败者,是布尔什维克征服的对象,但是布尔什维克进行行政管理仍然不能把他们全部杀光。 对于存二又存的革命者,托罗斯基领导的红军政委和吉罗维也夫领导的国际恐怖组织来讲的话,苏联国内的白色旧力量就是右派的代名词。 这些人在红军当中还有一批,就是诸科夫那些原来出身沙俄军队的军官,但是他们被托罗斯基的政治委员是管得死死的。 在吉罗维也夫的国际恐怖分子当中基本上没有旧制度的人,而在斯大林领导由布尔什维克徒具体经办的苏联政府和经济技术管理部门当中,旧制度留下的人在人数上占有多数。 所以,两种左派,托罗斯基的帝国主义的红军左派和吉罗维也夫的国际恐怖组织的颠覆左派都认为斯大林和他的系统是当然的右派。 但是,会搞经济管理和人数众多,以及最重要的是能拿得出钱来、能拿得出煤油、汽油、军火、各种物资准备、能够炼得出钢铁来的,很遗憾原来是斯大林系统。 所以,最后那两个纯而又纯、红而又红的系统最终都败在斯大林的手下了。 斯大林虽然是旧技术官僚之类的保护者,但是他毕竟是布尔什维克,他的政策是收容这些旧的技术官僚,而不是直接杀在他们,至少不是全部杀的,让他们培养出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在苏联刚刚上学,依靠国家工会讲学金上来的这批学生当中的优秀分子,成立教皇的人。 米夫、王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张文天这些人,就是在这一阶段培养出的党务官僚。 在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克格勃勤贸族当中,斯大林的基本政治就是用这批没有背景的人,这批的论出生是沙俄帝国时期的贫下中楼,跟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贵族毫无关系。 他们能够起家全靠苏联国家,也就是斯大林的政府给他们发的奖学金,除了个人的才能和斯大林的重用以外,他们一无所有。 他们在旧制度之下,俄罗斯帝国没有奄源,但是跟列宁的老禁卫军、跟吉洛维也乎的共产国际系统和托洛斯基的红军系统也没有关系。 因此,无论是白色旧贵族企图复辟的企图,还是红色新贵族企图用列宁老禁卫军永久统治俄罗斯的企图,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斯大林就依靠这批新人的支持,一步一步地控制了俄罗斯的官僚机构,他控制着苏基处,掌握着干部的任命权,而干部控制的国家机器又掌握了物资的使用权。 最后一步一步地斗倒了红色新贵,把他们通通打成各种人民公敌、帝国主义间谍,举行了莫斯科大审判和各种审判,最后完全搞掉了,把他们变成了反党集团。 于此同时,也没有闲着把右派当中旧科技人员、旧资产阶级当中的残余分子,像帕尔钦斯基这些人,以工业党或者诸如此类的医生阴谋之类的名义,一个一个地收拾掉。 照斯大林的想法,把这两者都收拾掉以后,从贫下总统和无产阶级当中培养出来的新干部,对于革命本身的历史和革命以前的历史完全一无所知。 他们会相信斯大林同志是列宁同志的唯一战友,跟着列宁同志推翻了斯大罗,他们不知道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是什么东东,也不知道党内的众多反党集团基罗威和波罗斯基是什么东东。 经过修正的历史发行当中,只有列宁同志的大头和斯大林同志的小头,而现在只有斯大林同志的大头。 这批人在三十年代中期和三十年代末期的大清洗当中,实现了斯大林的大部分目的,建立了正规化的官僚组织。 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用克格勃这个井井有条的、高度官僚化的、使用的每一个科技产品、每一个窃清器都可以追查出来源。 在美国和非洲、埃塞罗比亚所办的每一份报纸上面登出的头像,都可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一个固定时期挖去的这个井井有条的官僚系统。 最终取代了列宁和吉洛维也夫时代,带着打土豪得到的珠宝,跑到香港上去变卖,拿到一些美联和墨西哥阴阳就跑到广东去闹革命的那些国际恐怖分子。 这些国际恐怖分子,包括吉尔任世纪手下吉卡当中的人,有很多是出生于旧资产阶级的浪人,因此对革命的纪律性也是不能接受的。 所谓的苏联大清洗,就是斯大尼系统的第三阶段的结果。第三阶段有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国际完全俄罗斯化了。 在第三阶段来历以前,苏联很像是国际恐怖组织对大俄罗斯的殖民地。 大俄罗斯的干部,包括纯正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在斯大尼同志的领导之下,对那些不是讲法语,就是讲德语的中欧人面前是低山下棋,是干苦力活的角色。 通过斯大尼的大清洗,他们把这些高高在上的帝国的革命老爷、红色精卫军全都打倒了,掌握了整个机构。 米夫是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而不是中欧人。他的上台和牛兰威尔曼的垮台基本同时,敌人的垮台有一部分是斯大尼从内部打击的结果,有一部分是国际恐怖分子在跟帝国主义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包括广州公社事件当中,连续遭到失败,自身受到严重折损的结果。 外部的折损和内部的政争失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东南亚领导机构的更新换代。 这一时期就是王明时期,是一个整党时期。王明、刘少奇、绕孝石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掌权的。 这一时期也是上海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地位凌驾于南洋局地位之上的时期。 因为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欧洲殖民地的联合反恐已经出现成效,共产国际几乎已经不可能在英、法、荷兰的殖民地里展开革命行动了。 而国民党统治的各派军阀统治时期,蒋介石和粤系军阀、桂系军阀的斗争仍然如火如荼,因此在这个区域仍然可以大有可为。 因此,远东局在这一时期的远东局,三十代的远东局,变成了苏联土鳖干部的天下。 过去洋派的、发天酒地的那些旧式间谍,有一些被帝国主义整死了,有一些被斯大林同志召回去清洗掉了。 这与其说是革命事业的伟大损失,按照两头尊老干部说的话,这就是革命事业的伟大损失,不如说是大大的规范化了革命事业。 因为那些人对党的忠诚是建立在这一点基础上的,就是我可以到白俄的社区和其他欧洲人的社区夜夜升歌,这是需要大量的钱的。 因此我拿着珠宝房间去变卖,变卖回来的账目有多少用在革命事业,有多少用在我个人的消费,或者是我包养的任何个情妇,全是工作需要。 哪些是我真正的工作需要,哪些是我个人的私人享受,这都是说不清楚的。 按照土鳖干部的观点来看,你们这些白区党跟资产阶级混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你们以在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工作为借口,奋济于资产阶级社会,过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舍迷生活,已经跟资产阶级没有区别了,不整数你,你们将来就是内部的腐蚀和破坏分子。 同时,你们在白区和红区的边缘活动,党组织对你们边长莫及,无法控制你们用各种乱七八糟的手段,比如说打土豪。 要知道打土豪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不是一时又打完的。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瑞京还是广州,白区党随时家里面都是有手箱和炸弹的。 他们经常在金费不足的时候就到当地的资本家门口去放炸弹,或者就到当地的地主家里去打土豪,打出来的银元之类的东西,或者其他什么财宝之类的东西,就近跑到上海或者香港去变卖,变卖回来就冲动他们的金费。 请问,这样的经费管理方式怎么可能没有寻思舞弊?经常就有白区党的干部,在某一次打土豪当中唠叨的钱太多,他拍拍脑来说,老子不干革命了,我带着这批钱跑去做资本家了。 这些人连同他们带走的金银财宝,到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以后,仍然是公安部和社会部严厉追查的对象,而且直到今天可能都没有完全查清楚。 这样的形式是不符合革命工作的需要的。 所以,当然组织管理上的混乱,白区组织管理上的混乱。 比如说,同一个共产党员在明月发动政变失败以后,收收收地跑到马来半岛去了,到当地的法语需要去当教师了。 好几年时间,党组织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也不知道他事实是活,然后他突然在新加坡冒出来,然后跑到巨港去,要求印尼共产党恢复他的党籍。 然后他就做了印尼当地的党委书记,然后带着一批印尼华社的银钱跑回广州来继续闹闻。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 敌人的情报工作、情报机构,例如香港的英国政治监督局,是很容易做反向的间谍工作,反过来打入党组织内部的。 所以,组织关系一定要密清。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特点是远东局势力最强,而且是士大人派的新干部。 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远东局开始整顿组织关系,把坎通尼亚的革命干部纳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 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建立了经过香港、南越和明越的通向瑞京的地下通道。 同样,也由周恩来和尚公这样的共产国际匪谍组织,实现了红军和陈吉堂的停战谈判,并且同意陈吉堂的南越为红军提供出海口,允许红军把他控制的乌杀由毛泽民副的开发运到香港去变卖,为红军增加了他比经费。 这些活动都是由在四大集中的掌权以后亡民路线时期实现的。 从南越角度来讲,最主要就是南越共产党的属人、属组织管理混乱在这一时期结束了。 在此之后的南越共产党,无论人和组织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事干部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南越的越人或者是南越共产党的成员可以回来以后,要带有当地共产党的建造性和其他材料以后,经过南越党组织的审查以后才能够重新加入南越共产党。 同时,南越共产党变成了远东局在香港分支机构的下属。 香港在这以前,我们要注意,是从属于南洋党的,在这以后就是从属于上海党的。 在共产国际的管理体系当中,我们重温一下,首先是哈尔滨的内亚系和巴达维亚的南洋系主管一切,广东和福建是属于南洋系的。 上海没有机构,然后变成上海也有了机构,搞到最后变成上海机构凌驾于南洋机构之上,把广东和福建两地都从南洋机构手中夺过来,交给了远东局在香港的下属机构。 接下来,对日战争就爆发了。对日战争爆发使得英美等西方国家联合共产党势力,反对德国和日本,也使得共产国际形势上简单,但是实质上的组织仍然存在。 这一时期是南洋干部通过香港机构大量返回东江重队,然后再前往沿河和其他地区接受培训,然后反过来反补香港和南洋时期。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对南洋共产党的优势地位。苏联在朝鲜战争以后最终把南洋的革命工作托付给中国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打下来的基础。 我们要注意,在这以前,共产主义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一样,都是以南洋为中心输入到中国,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输入到南洋的。 1935年、1937年以后情况颠倒过来,首先是上海,然后是延安,变成了南洋共产党的大本营。 但是即使如此,在这一时期,南洋的华社和坎通尼亚和香港的匪谍社会基本上打成一片,为东江重队和本地的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干部。 这些干部通过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在国统期也获得了很多政力,以至于坎通尼亚本土的土豪觉得国民党政府跟共产党游戏队是很少有什么区别的。 例如刘花卢在东莞一带就曾经受理过本地公会的抗议。本地的公会像广州的机器公会一样,是一个本土化的组织。 而国民党站稳脚跟以后就起诉解散这个组织,由党部来建立党国管理、统一管理的公会组织。 而这个公会组织,国民党又一次面临的人寿不足的问题,包含了大量从香港派来的共产党员。 如果国民党能够在东莞里面倒权力的话,东莞肯定会刺发,然后会兵不屑忍地落入共产党手里面。 但是广东堂当时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刘花卢跟日本人和英国人又有一定的贸易上的联系,他手里面财大其出,而且有些黑社会弟兄可以动用,因此他就派他的人员去搞破坏了。 经过破坏以后,国民党党部和他派的外来人都被赶了出去,本地的公会在广东堂的保护市场得以幸存。 同样,在广州的剥裂公会当中,本土派的粮分这样的老工人跟国民党派的公会委员发生斗争, 依靠国民党庇护的那些玻璃生产者被粮分和他的纠察队带着人白天黑夜上门去打打墙,以至于事业没有办法经营。 本土化的公会,就是凭着诸如此类的力量,跟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明显区别的包括打打抢载的一个手段,才暂时遏制了共产党势力依靠国民党机构为掩护, 甚后坎中尼亚这时正在受到严重威胁了本土组织的。如果国民党在坎中尼亚的势力更强一些,当地的形势肯定是会更糟糕的。 但是,即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经过整合以后的全部势力,在这时仍然不足以推翻笼罩南越社会的各种地方豪强和工会专业集团的势力,最终瓦解南越的力量仍然是林彪所统治的满洲军队。 满洲军队的上层是苏联红军和苏联二战交通部门的专家顾问,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把日本人留下来的铁路系统动员起来,并从苏联运送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将大量的大货弹送到南方来。 中间层是林彪率领的从山东随远各地进入满洲的山东老干部,下层原来是满洲国干部,现在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以后,不得不像是朱科夫他们最后变成托罗斯基的下属一样,变成林彪率领的四野解放军系统的下属。 这三层次的结构,我们要注意,共产党在1918年的战斗中的主力只有满洲军,也就是四野是有战斗力的,而且他们有苏联和日本留下来的大口军炮。 聂荣征率领的部队是打不过傅作义的民兵的,彭德环树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也打不过马家军,在延安和运林的战役当中一直到1949年还被马家军赶入。 最后,法北的战役和西北的战役,包括著名的泰盐战役,还是依靠苏德战争的方式,由满洲军首先把大量的大炮运进天津来,然后再运到泰盐,然后再运到御林去。这样才成功地打垮了延西山和马不芳的势力。 在长江以南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四野、满洲军向武汉、九江正面发动攻击,不仅攻击前线最宽阔,而且在华东、西南各系统打不赢的时候,都是依靠满洲军过去帮忙打的。 主攻方向广州更是满洲军和四野的主要力量。 因此,然而对于坎通尼亚本土社会来说,满洲人无论是苏联系统、中国共产党系统还是底层的满洲国系统,全都是外兰人和殖民者,他们在本地毫无根源。 而在坎通尼亚本地打了在抗战里来已经有点基础的东江重队和坎通尼亚本土游击队,在满洲军的压力之下要失势了。 满洲军南下按照中国恐怖组织殖民东南亚各地的惯例,都是在战争爆发以前的几个月,比如说在山东和荷兰各地建立一个短期的干部培训官,召集中国本土的也有多半是山东和荷兰籍的贫下中农,训练几个月当本地老干部,然后就派到湖南和江西各地去当本地组织本县的工作委员会。 这样的工作委员会将来就会节管政权,成为本地的统治者。 四爷南下的伙议也在杠州召开了干部培训班,召集领委的各路干部和四爷本身由军队转下的转业干部,准备做未来坎通尼亚的统治者。 而于此同时,廖成志等人在香港的机构也动员了南洋各地的匪谍和坎通尼亚香港本地的匪谍,成立了自己的平行政权机构。 因此,这两个代理人、两个殖民机构跟国民岛即将垮台的机构和坎通尼亚社区的本土机构之间的矛盾变得格外拓中复杂。 例如,在香港情况就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本土派和南下老干部之间的冲突。 而在坎通尼亚敌对势力极其强大的坎通尼亚,情况就很复杂了。 南下老干部、解放军系统、南下老干部系统、东江纵队派出来的南洋匪谍系统和本土即将遭到镇压的坎通尼亚本土势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 这一矛盾又跟1950年代后期以来,毛泽东和中国主义者企图串夺黄俄老干部的权力的斗争有关系。 在毛泽东这个缺乏基本盘子,但是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投机家看来,南洋系共产党是国际派色彩最浓厚的地方。 远东局留下的系统,包括饶寿石这些人,是王明路线和士大明路线的忠诚继承者,两者的逼格和资源都比他高。 相对而言,满中国留下的系统和山东老干部是比较可以利用的力量。 因为山东老干部是中国本土人,不如苏联培养起来的王明系统,以及吉洛威也和共产国际培养起来的南洋系统那样了解国际形势,比较容易控制,而且跟他毛泽东一样都是土鳖,具有阶级兄弟的感情。 而满洲国系统是技术能力最强,但是作为战争的失败者,作为是双重失败者。满洲国系统按照美国和西方国家阵营的标准是日本人的附庸是失败者,按照苏联系统的标准是地主资产阶级也是失败者。 因此可以很放心地说,他们连背叛都没有位置。他们跑到西方去,他们也是战败国。他们还能跑哪里去? 请问满洲国系统跑到西方去,在美国人的眼里面你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交由国民党处理。请问救护军的残余在国民党系统内有什么下场?那都是很惨的。 你还不如加入共产党系统,共产党系统虽然不能给你最高职位,但是好歹像是朱和夫在苏联红军一样。你是191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革命,比起杨紫阳以南的那些国民党失败者还是高一级。 而且你可以在那些国民党失败者面前发泄你长期被国民党欺负的阶级仇恨,所以你还不如跟着共产党了。 因为你是政治上如此的不正确,你又不能叛逃。所以你在共产党政权内部的地位就像是瓦钢战系统的人在李世民手下一样,你是李密手下的人又是关东人。 而我们唐朝是关西人和武川系统建立起来的,我是不怕你造反的,你是受排挤的人。但你受排挤的人谁能给你出土的? 只有我李世民呢,我李世民不是太子想要篡位,找一些论资格没有希望自己出来当权的人做我的下徒,对双方都有利。 如果你建成当权,你们永远是边缘人。我李世民篡位成功以后,你们的地位会有所上升。 但是你们作为关东人和叛徒李密的手下,顶多是给你高官护赌作,要想掌握决策权,永远没领分。我依靠你们比依靠真正的关冬豪杰要好得多。那些关冬豪杰很可能是拥护李渊和李世成的。 所以,毛泽东在1950年、1952年对南越殖民采取的政策就是,依靠林彪系统的南下大军,也就是贫下周禄村的中国老干部和满洲国出身的中低级技术人员,来打压由叶建英和廖存志领导的南洋党系统。 叶建英和廖存志领导的系统,包含了斯大林系统和吉诺维也夫系统的残余力量。他们是最了解坎通利亚本土形式的人,但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要打击他们。 他们在共产国际系统内部的地位是资格比毛泽东老,地位比毛泽东高,了解国际形势比毛泽东多,但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要打击他们。 至于坎通利亚本土势力,则是共产党内的两个集团都要打击的对象。 例如,像梁愤这样的老工人既跟日本人斗,又跟国民党斗,又跟共产党斗,他跟共产党的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 在1952年,共产党整顿本地工会组织的时候,就把他作为封建法座抓起来判刑。 但他出狱以后,本地的工人仍然像是波兰工人忠心耿耿地跟着瓦文萨走一样,只跟着他走,他们继续跟共产党斗争,于是他在1960年又第二次被逮捕,然后就死在了监狱里,没有拗到出狱的那一天。 这又是坎通尼亚的瓦文萨真实的故事。它所处的生存环境比瓦文萨在波兰要惨得多,下场也要惨得多。 真正的本土势力,那些有一部分逃到的香港和南洋,没有逃到的香港和南洋,下场基本上跟粮粪一样。 共产党系统南下以后,首先要把工会和各社会组织,没有工会和社会组的地方由党派出人员建立社会组织。 建立起社会组织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原有的社会势力,例如农村是名团,城市是工会、商会、杀组织,原有的自卫武装的枪统统收缴了。 土改、正反、三反、武反,第一阶段的那就是什么?收缴黑枪。所谓黑枪就是固定共产党控制的枪,就是土豪的枪。 把这些枪全部收集起来,解除武装了后,第二步发动阶级斗争,把原有的势力全部打扰。 如果你是地主,就把你打成地主阶级,如果你是屏隆,就把你打成恶霸,如果你是企业家,就把你打成资产阶级,如果你是工人,那就把你打成封建坝头。 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是为了劳动人民做主,你是穷人肯定没事,其实你只要是为民间和。 资本家主持商会的固然要打你,工人主持工会的,他照样可以把你打成黑社会或者封建坝头。 地主主持的民团固然要作为地主被打扰,贫下中农主持的民团,他也可以说你是恶霸。 什么是恶霸?就是你能够号召这种本地的民兵,但是自己却没有钱,所以不是地主。 那也很好,给你一个恶霸的成功,总之是要把你全部打造。第二阶段的运动是要把这些林洁和全部打造。第三阶段就是把那些被打散的贫下中农和人民群众当中寻找那些跟旧政权、旧时代的土豪林洁和没有关系的纯粹一无缩柔的人,然后对他们实施培训,用他们来充当新时代的新干部。 但是在这个青黄不结的阶段,毛泽东的选择是依靠满洲国和中国系统打击南越本土系统,因此就展开了著名的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 赵紫阳这个出身荷兰的中国老干部,就在这一时期依靠林彪的满洲驻军,对叶坚英手下的人展开了无情打击。他在反对地方主义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使他以后在广东能够飞防坦打的关键所在。 但是东江重队和南洋党尽管喘召打击,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共产党,所以还是分到了一部分比较次要的关键。 这些关键是他们在文革后期能够渐渐翻过身来的重要原因。 满洲系和中国系在五十年代主要采取的是依护毛泽东打击本土系的政策。五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决裂,毛泽东自己挺身而出,首先企图建立独立于苏美以外中国领导的一个独立体系,然后在失败以后重新投入美国怀抱的时代。 满洲系由于跟苏联的密切关系渐渐失事了,而南洋系也是苏联的旧人,也自然而然失事了,中国老干部和赵紫阳和新兴的红卫兵变成毛泽东的主要依靠力量。 他们对视野系转业干部和南洋系有强烈的华侨和匪谍色彩的两面人干部的冲击,构成了文革时期坎通尼亚粉乱的组织关系的主要内容。 双方之间的斗争终于在1972年以后使坎通尼亚的社会管理完全瘫痪了,无论哪一派的匪谍和军转干部都不足以控制社会全局。 而民间尽管完全是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普通人为了生存起见,开始搞走私贸易、地下教会和诸如此类组织,由于地理上的关系,港币尽管遭到政策的严格禁止,仍然在坎通尼亚的地下开始流行。 这种变化使得1975年的坎通尼亚地方当局,这个地方当局是在苏联系人马基本上已经被砸烂了以后,由林彪系统在林彪出逃以后又搞得非头土脸,功劳最大的四野被二野和三野的根基不牢的军转干部所取代和监视的情况之下,勉强拼凑了起来的一个混合班里。 所以,率先非正式地承认了外地在坎通尼亚地下市场的活动,这方面的活动和黑帮商人和香港商人、南洋商人之间的联系,使得改革开放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展开了。 这时,刚刚获得释放重新组织工作的赵紫阳,鉴于他自己的系统在坎通尼亚已经完全无法站住脚,采取了重新整合、通过接受继承事实,为自己寻找出路的政策。 这就是改革开放实质上的先生。坎通尼亚在这一时期又一次表明,他的社会生态跟比如说湖南、江西是格外不同的。 主要是由于现实力量的博弈,迫使中国殖民当局和本土社会走出了一条双方都能够勉强维持生存的路线。 这条路线在被重新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邓小平、陈云集团、黄俄老干部集团收编以后,就被称之为改革开放路线。 但是这条路线实际上很难在坎通尼亚以外的地方得到发展,就是因为其他各殖民地的社会形势、土豪、地方生态结构,跟邻近香港和南洋、包括大量跨界居民的坎通尼亚社会截然不同的原因。 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